今天第一次來漁光島 今天很適合初學者 學員多開心啊 教練都要扛門 學員多開心啊 教練都要扛門 學員多開心啊 教練都要扛門 字幕by索兰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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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帥喔 你的腳受傷了 你的腳受傷喔 好 我們上岸了 累得跟狗一樣 我要來做個結論 今天我們總共飛了三趟 第一趟 我們的第一趟都流得非常遠 就是從 我們下水點流到整個沙灘的最後面 但因為漁光島的好處就是它很安全 我們怎麼流上岸的地方都是沙灘 然後浪也很小 所以其實對我們很友善 我有點愛上這裡 對 要不要搬來 有一點想搬來這裡 所以第二趟調整之後 我就反正我就是瞄準按上有一個救生圈的位置 反正我就是盡量不要離它太遠 目標我就盯著 然後就盡量 我現在舉著這個我熟透熟熟熟熟的 好 交換熟熟熟 反正 第二趟因為還有一點體力 然後所以我就 比較沒有流下去 但是還是流下去了 因為我沒有成功從下水的地方回來 但是有比第一次好一點 然後休息一下之後 再下水第三趟 喔 又流到最遠了 因為我完全沒力氣了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 那個經驗值有明顯上升 有體會到就是 飛起來久一點的感覺 對 就是你飛得越長的那個時間 你可以控制 你可以想比較多 可以開始把意識的去抓得更多風 然後你腳如果飛得很高 你可以怎麼樣移重心再把它踩回來 反正就是有比較多空間可以去做這些改變 對 但是今天的目標還是小失敗 就是我沒有頂峰成功 有啊 還是有成功啊 應該說沒有流那麼快 但是就是 跟我預期的不太一樣 對 但是沒關係第一次下海我覺得 我給自己65分 65分 比較有多進步空間 很好 對啊 那我離今天感覺 很累 天很累 但是有體會到就是 不像在台東那樣 一下子就卡住 就流著一下就流走 就這邊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練習場地 對啊 超級正耶 對 新手很有散 對啊 雖然前面有人在衝啊 但是完全不影響 就是我們封的是在外面 對 然後上下岸其實也蠻緊的 對 超級安靜 都是沙灘然後到你小小的地方 對 然後都踩得到底 啊 就這樣子 希望下次可以再更順利 好 掰掰 掰掰 小明哥你要講一下你昨天的心得 心得 心得 移光島是個蠻好練習的地方 然後 很高興你們兩個都進步了 耶 非常好 得到認證 對 啊我昨天 也覺得我頂峰 進步了不少 因為你要幫我們開船回來 對 就要幫你們開回來 所以我 昨天我也覺得我進步不少 在頂峰方面 然後手臂也出了不少 撞 變撞了 手臂變粗了 大概就這樣 下次漁光島再來玩 那你覺得漁光島是適合初學者的地方 冬天滿是 只要有風應該是適合初學者 在 開放水域裡面的平靜式 嗯 嗯 練習的 得到認證 有新的活動 耶 那我們要回台東了 我們現在要開車回去台東 掰掰 掰掰 那個人 那些人 都沒用 有些人 人 那些人